你说回家也得不到他的温暖 您工作那么累 回家之后他通常都什么态度对您啊 回家就是回来就是回来 他不会问你啊 这已经干活怎么累不累啊 他不会说那些 您常年在外面打工是吗 是 大概多久回一次家 这一批活干完了已经十天一个礼拜 还行半个月还行一个月 这么一段 所以本来交流就少 是 又加上不经常回家 回家之后 咱俩主要的矛盾就是还是沟通 沟通不一块去 各说各的 那还有一个事 他说他现在身体都不好 老生病 您不仅不带他看病 还说搞不好得的就是癌症 你说你这也太伤人了 有这回事吗 有 这个事我可以说一说吧 这个事你实际他根本他就没有病 老以为这里 我这个啊这里有病 老喝我这里有病 我说你根本就没有病 你非要自个儿想这里有病他就有病 你这不自个儿找病了 你走啊 他不是到医生 听说您平常身体就不是特别好 是 常常需要吃一些保健品 是怎么回事 那我收了才九十几斤 有一个说看得挺好的 营养专家看得挺好的 就上他看看他就看出来说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吃那个产品了 吃那个产品 他说那不是咱吃的 那得是复印吃的 药很贵吗 一瓶有的是二百几 你吃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吗 有效 我以前九十几斤 我现在一百一十多斤 那就还是有用的 对 但是他不让你吃 他不让我吃 您听了之后 我有不少病 就吃那条 条他也看着 也见效了 那他身体不好 瘦了只有九十多斤 要吃保健品 你也不给他吃 舍不得花这钱 我这不是不舍得吃 我觉得那一碗它太贵 那就是靠那保健品 一个月好几千块钱 您现在家里收入一个月 能有多少钱 也就是 一年能有多少钱 四千左右块钱吧 一个月能有四千多 四千多 保健品要是每天这么吃的话 一个月要吃多少钱 总共我吃四个月吧 能有四千的块钱吧 那也就是说 吃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是吧 家里的收入 我一想就是上个月 我就告诉他了 我就不吃了 条条我就不吃了